第十七系列 大家好,歡迎回到十七系列 今個星期繼續來到香港金域介入酒店 上次提到我們有$1250的餐飲消販 第一餐我們就選去意大利餐廳Osteria 吃了半自助餐 第二餐我們來到Bistro on the Mile 吃TeePoffee 餐廳位於一樓 省茶時間是由下午3點到5點 因為人比較多,可能都需要稍微排一排隊 入座之後,戴著口罩就可以出去拿東西吃 首先看一下凍盤方面 壽司分裝成一碟碟,用得這麼好 當然也不少得有刺身 款式方面有吞奶魚、三文魚、包片、鯛魚 不過味道就一般 凍海鮮就有小龍蝦、凍蝦兩款青口 只要跟廚師說,他就會立即幫你夾 大家可以見到無論是火腿、三文字 還是芝士、沙律、涼拌小菜等 都已經分裝成一小碟 並且用蓋蓋著,感覺比較衛生 但那個會不會或怎樣清潔就是另一個迷糰 而食方面就以港式美食為主 例如咖喱魚蛋、蘿蔔炆牛腩、蒸燒米、蒸包、燒鹽排骨 還有炒麵炒飯,挺適合老人家來吃的 另外還有一些亞洲風味的代表 例如甜酸雞扒、大阪燒、燒燒三文魚、泰式魚餅 咖喱雞肉串、甜酸豬頸肉等等 而想吃回碗麵的朋友可以去自選粉麵檔 還可以選蝦和青的兩個海鮮 快快就來到甜品區了 水果和甜品都是已經分裝成一小份 放在雪櫃或者分別用蓋蓋好 這樣做法除了保持衛生 還可以試到不同款,又不怕吃不完 另外還有麵包、布丁和公開選 不過就找不到營脂、忌廉、德士多啤梨醬 雪糕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H字頭牌子 一共有五個口味可以選 飲品方面有西油汁、橙汁 或者可以自己沖咖啡、熱朱古力、檸檬水等等 那天我們在窗邊見到一個擺設得很漂亮的角落 桌面上有汽水、泥酒、白酒、啤酒 還有杯一排排在這裡 開始我們都以為可以喝喝的 但原來那天有公司包場 所以只是給那些員工喝的 正常來說是要另外收費 例如紅酒一杯要大概90元 所以大家見到一定要小心留意 因為那裡是沒有任何標示的 吃飽之後同樣都是在帳單上 簽下你的名字和寫下房號 這樣就可以了 吃完這兩餐 1250元的山飲消費就差不多用完了 順帶一提 投票裡面包含的自助早餐 可以在行政會所或者在這裡享用 我們選了在一樓到吃 時間是由早上8點到11點 現在就和大家很快走一圈 看看有什麼吃 早餐有自選沙拉區 可以自由配搭喜歡的組合 和下午殘同 頭盤是沒有分裝成一碟碟 而是一大盆放在這裡讓你自由地搭 雖然感覺沒那麼衛生 但就可以自己調節份量 原本拿凍海鮮的地方就變了麵包區 款式多到有點無從入手 而且大部份都已經切成一塊塊 不用自己再切 另外也有一件件的麵包和蛋糕可以拿 也可以自己看熱 加果醬、牛油 水果一樣都已經切成一粒粒放在冰箱 另外還有一杯杯的乳酪或者憶力都可以拿 鬆麥片就有六款選擇 朱古力味、蜜糖味 全麥、毛巾 或者有體脂肝的都通通有齊 全國旺會見到牛奶區 可以加豆奶、朱古力奶、脫脂奶 或者普通鮮奶 熟食方面就是以中式美食為主 有粥可以配油炸鬼之餘 還有糯米雞、蒸燒賣、蒸蝦餃 想吃得飽一點的話也有蔥爪餅 上海粗炒、炒飯和蒸包 早餐就多一點西式美食 例如香腸、龍荔柳、煙肉、茄汁柳等等 東南亞的代表就有甜酸雞翼 自選分辨量就跟餡茶一樣 自選蛋區可以選煎蛋、炒蛋 或者選擇配料 例如火腿、番茄、甜椒、芝士 加入暗烈度 不過烹調區前面放了幾盤食物 為此有點尷尬和不方便 早餐就沒有甜品區 不過可以自己做鬆餅 或者拿隔仔餅 自己加糖漿、果醬等等 飲品區的款式或者種類和餡茶 基本上一模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果汁的擺位 以及款式轉為番茄汁、蘋果汁和殘汁 最後就說一下 為何我們沒有去行政會所吃早餐 雖然行政會所提供的時間早半小時 但在幽默空間有限 款式應該都會很多 所以我們就沒有選到去那裡 Holiday Inn系列就到此 原本結束 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